小米要出NAS 这是最近最火的一个新闻 老张也特别的关注 毕竟咱是NAS界的神 小米其实出过NAS 还出过不止一台 信不信 给你拆个箱看看 老张花了几十块钱 逃来的一个东西 忘了多少 69好像是 人家还给我包了个油 一个3.5英特儿硬盘不就这么大 这么一半厚吗 我说这是个NAS 没毛病吗 但是它比一般NAS 你看多了个啥 多了两根天线是吧 然后后面 还有四个网口 这是个无线路由器吧 它是小米在探索 无线路由器的功能上的 一个试验品 型号叫做小米路由器R2D D指的就是它里面 带有硬盘的Disk 对 我说小米不止一个NAS 为什么呢 小米之前还有个R1D 我去小米公司 还是几个高管 接待了我 就送了我一个这个R1D 然后这是R2D 然后我为什么说它是NAS呢 NAS不就是网络存储功能吗 对吧 咱们用户说的再实在一点 就是能传文件 能存电影 能备份手机的照片 能备份你苹果电脑的那个time motion 就时间机器就完事了 最好能远程下载 对 但是NAS其实真正的技术含量 并不在于这些基本的功能 老张的理解 NAS真正的技术含量 在于用户界面和复杂功能之间的一个协调 小米的这个 它为什么自己都不敢叫小米NAS 是因为它的功能太简单了 就是它丢掉了非常多的功能 你给你家的那个带USB接口的无线流器 插个U盘 插个移动硬盘 那东西其实也是NAS 就看你怎么玩了 好了 不多说 咱们直接拆机 装硬盘 这里没有硬盘 60多块钱没有硬盘 还没有电源适配器 我想给它换成16T 所以我还得找一个电流 稍微大一点的12V的这个电源才行 标准的SATA接口 来吧 羊垃圾配羊垃圾 OK DC接口 看吧 亮了 然后 然后就等它启动就完了 这个电源指示灯就这样 然后这个指示不停的转 我给它的供电已经是很足了 是48万 饿了 先干饭了 好吃 昨天老张试了2T的 4T的 8T的 16T的 都闪黄灯 最后我都要放弃了 我终于查找它的原因了 小米在后期的固件中 悄悄修改了固件 不再支持超过1TB的硬盘 它故意的 你说这小米的产品经理 坏蛋 好了 人家这个方法也告诉咱们了 刷早期固件 咱们刷起 哇塞 啥也没干 直接就能用了 还支持SMB访问 老伙计们 看看 咱们 我去吧 我去吧 咱们传个文件上去啊 没问题啊 挂接之后 在Mac下的外挂磁盘都是OK的 硬盘搞定之后 咱们就是要改变这个路由状态 因为我们是不需要它的无线功能的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网络连接模式给它改掉 那怎么既能用这个有线中继模式又能让它远程使用远程控制所有功能呢 绝活来了 跟着老张学 再从你的主路由上伸出一根线来插在这个小米NAS的腕口 也就是说你未来要保证插两根线在你的这个小米NAS上 然后用WiFi连接这个小米R2D点击常用设置 局域网设置 DHCP服务关掉 然后把局域网IP改成你以后想要访问NAS的地址 并且应该和你的主路由在同一个网段 比如说老张的主路由是192.168.50.1 而我想让这台NAS以后访问的地址是50.251 点击保存 然后重启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看在中级设置中 我们再把两个WiFi 也就是2.4G的WiFi和5G的WiFi全部关闭 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有线路由器 完全关闭它的WiFi功能 那么这个方法会导致路由器的后台有两个报错 大家千万不用管它 为了给老伙计们测一下它的这个真实性能 我现在连了一根千兆的网线 这是我的破电脑 然后我们来拷贝一个文件来看看 咱们来看看 它刚才显然是休眠了 磁盘休眠了 80 90 理论上我这根线是能够跑满100兆 就是100千兆的网线 在它这跑呢 实际能跑到90下降 80多啊 基本上跑到这块硬盘的一个极限速度 它没有锐的单槽位 一切都搞定 咱们打开小米WiFiAPP 我现在已经连的是我的主路由了 大家注意看 虽然在PC版的后台上提示网络是冲突的 但事实上网络正常 它和我的主路由之间还建立了一个SNMP的一个关系 你不懂没关系啊 总之就是牛逼 牛逼就对了啊 然后工具箱中所有的功能全部都点亮了 并且现在是事实上的有线中继模式 关闭WiFi状态 就是纯NAS PT下载 OK了 然后它用的是Transmission的内核啊 这个大家都懂的 玩PT的人 你们都懂小米云备份 搞定了 确认登录一下 就会和你的小米云自动同步 Mac备份助手 哎 你可以打开了 这个时候你在Mac上就可以把你的时间机器备份在这个小米NAS里面去了 功能全部搞定 最后一个跟大家看看啊 如何在手机上访问咱们的这个NAS 看视频 他不能在线播放 他必须要下载啊 照片 照片是可以远程浏览的哦 老张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迅雷下载 他现在已经不能绑定这个迅雷的云关系加速了 所以只能使用这个无VIP的迅雷账号 这个时候你可以手动添加HTTP链接 磁力链接 电链接 FTP链接和迅雷链接 你就可以下载了 添加一个磁力链接 开始下载 OK 他就开始自动下载了 老张最爱的功能 手机文件直接可以通过小米WiFi 事实上就是小米NAS的APP 来上传 比如说我们上传这三个文件 然后上传 开始 大家注意看 自动开始上传了 播放NAS里的电影 简单啊 播放了 然后你还可以把屏幕给他横过来 这个时候他的编辑码都是在手机端的 因为这个NAS并没有装服务器端的编辑码程序 作为一个轻NAS还是OK的 功耗有多低呢 这是硬盘没休眠正常工作的一个状态 这还是个四口的路由器呢